话题函剧《非常律师语音语》上月中迎来最终大结局 时至今日仍在Netflix台湾热播前10名 该剧男主角江泰武女主角朴恩斌也因此翻红 《非常律师语音语》口碑收视率讨论度全都报表 除了完美演绎患自闭症天才律师语音语的朴恩斌之外 饰演男主角李俊浩的江泰武也因此而爆红 守护天使人设为他圈粉无数 在爆红后江泰武过往的影片物料也都被翻出来讨论 其中就包括他在2017年参与探险综艺金饼万的丛林法则的片段 原来在《非常律师语音语》中江泰武通常都是穿衬衫加外套 其实是因为他的身材超好 1790米的身高得挡下优越的腹肌简直太犯规 别看江泰武在剧中是人畜无害的阳光型暖男 每次登场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殊不知多层衣服之下是健瘦的肌肉 称得上是小奶狗的颜值 小狼狗的身材 反差如此之大 怎叫人不喜欢 江泰武爆红之后 网友和粉丝们挖出了不少旧物料 丛林法则中 他上半身全落出镜 大方秀出了好身材 肌肉一览无余 不得不说江泰武的好身材是真材实料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江泰武在古装剧绿豆传中的精彩表现 从最开始的傻白甜到中后期黑化便反派 邪魅的眼神 嗜血的表情 结实的臂膀 散发着毒药一般的渣男魅力 让人欲罢不能 明知道不可碰 却依旧想要靠近 并且传出与英语第二季正在催生中 不过28岁的江泰武得先入伍当兵 江泰武报道前 先于19日在自己的社群平台 抢先曝光多张平头照 看起来对于新发型适应良好 而剃发过程也陆续在他与新兵中心报道后陆续曝光 昨晚他通过个人instagram分享寸头照并留言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满满的爱 我会好好的回来再见 照片中的他还穿着白T搭配牛仔裤 外面罩着绿色脸帽外套 看起来格外休闲 优越的身材藏不住 雷完头发的江泰武武官更加鲜明顺遂 把日常照拍成画报 20日他顶着一颗帅气平头到新兵训练中心报道 并开启为期一年半的军旅生涯 综合还没报道韩星江泰武20日进入新兵训练中心前 不仅媒体驻足等待 还有大批粉丝到现场为他送行 如果前夕江泰武还特意向前来送行的粉丝媒体致谢 并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入伍 受访时他坦言心情真的好奇怪 媒体要求原本戴着帽子的他脱帽拍照后 露出小屏头直接说很尴尬 接着摆出各种指定姿势 满足各家媒体要求 一位记者现场提问 最想吃的料理是什么 江泰武回答 刚才吃了明泰鱼 现在能想到的是水冷面 吃上一碗凉凉的冷面 爽快的好去好回 并且江泰武也向前来送行的粉丝们喊话 谢谢他们来到这么遥远的新兵训练中心 他说可以在这么多爱戴 关心及祝福下入伍 我觉得很光荣 并说自己会完成国防义务变得更加成熟 再以大人般的模样回归 将会在新兵训练中心带四周接受基础训练 预计2024年3月退伍 据韩梅透露称 江泰武结束新兵训练之后 将被分配至37师步兵支团服役 但不得不说 还是很多粉丝感到遗憾 1994年生的江泰武 今年已经28岁 他于2013年 以演员男团Five Press 议员出道 曾与徐康俊和孔明市队友 首部出演的作品则是 童年网剧放学后服不服 抽到初期 几个大男孩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客厅仅有一个软沙发和小电视 只能坐在地上吃饭 从2013年起 江泰武一直在各种电视剧里 兢兢业业的演着男配 看着队友徐康俊 李泰幻孔明一个一个的走红 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 也没有和另一位队友孔明一样 决意退圈 而是继续努力演好戏 无论角色大小 组合随着2020年婉约解散 对比徐康俊等 早于2015年就通过打药陷阱 为人熟识 江泰武的起步算是比较缓慢 江泰武通过《非诚律师语英语》爆红前 他也曾经出演过不少人气韩剧 累积了不少作品 从因为初恋是第一次中的崔孙 朝鲜浪漫喜剧 绿豆传的车绿舞 Run On的人气角色李硬和 以及某一天灭亡来到我家门前的李贤规 角色虽都在主演群中 但始终没有拿下男主角色 却也因此慢慢累积了实力与人气 在Run On中的全系男友形象 更是获得大票粉丝喜爱 与秀英组成的副CP 在当时也掀起了不小的话题 2019年江泰武通过古装爱情喜剧 绿豆传里的男二车绿舞 一角小红了一把 更是凭借这一反派角色 夺得了KBS演技大少的男星人奖 可惜讨论度我也算高 一年后江泰武又在爱情剧奔跑着 有着不俗的表现 让观众进一步认可了他的演技 当江泰武拍完韩剧 某天灭亡从我家玄关进来了后 距离他入伍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当时江泰武接到了不少剧本 但他经过慎重考虑 最终选择了《非常律师》与英渝 作为入伍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其实江泰武对《非常律师》与英渝 并未抱太大期望 所以他事先提交了入伍申请 结果没想到《非常律师》与英渝 给了江泰武一个超级大的惊喜 让他迎来了事业巅峰期 遇上李俊浩这一角色 江泰武凭帅气的外表 以及细心照顾嫖恩斌的暖男人设 成功贡献了女粉丝的心 尽管入伍在即 但江泰武还是收到了许多仪式作品 综艺的出演提案 不仅如此 江泰武还成为了厂商的宠儿 广告代言一个接一个 由于在聚热播时 观众就知道了江泰武即将入伍的消息 不少观众相当舍不得 有南韩网友甚至在论坛发起 号召600名志愿者 帮江泰武当兵的贴文 引发热烈讨论 犹如许多入坑他魅力的剧迷 开玩笑抢着要报名 一名南韩网友在知名论坛的库上发文 内文附上的标题为 靠着语英语迎来巅峰 却面临入伍的29岁江泰武的新闻报道 由于目前南韩编译法规定 虚服役是8个月至20个月 平均约为600日 因此该网友辩称要号召600名志愿者 代替江泰武一人去当一天兵 虽然只是玩笑 但仍可以看出他的人气爆棚 许多粉丝都舍不得他 刚迎来巅峰就要面临近两年的空白期 该贴文引起热烈回响 南韩网友纷纷留言 拜托别走 我真的可以花掉一半暑假去当 我可以一个礼拜 但泰武要帮我上班 拜托继续拍戏吧 国防部看到了吗 大家都在排队 事实上 现在江泰武在受访时 就曾被问到入伍的问题 他强调声闻 南韩国民一定会完成兵役 不过江泰武的内心 也是有点担心出道后的第一个空白期 但他擅长处理焦虑的情绪 还以谁都能平安归来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唯有把有丑一散而空 如今江泰武对军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他计划在那里改掉日夜颠倒的作息 还打算抽空学习英语 希望未来有机会进军海外 不论如何 江泰武今后请走花路吧